在8月3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称 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休斯顿机场入境时遭到美方盘查 随后他们被认定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遭到遣犯 外交部是否知情对此有何评价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三名留学生受中国政府资助 或在其个人手机内发现军训照片 因而被怀疑有军方背景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也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汪文斌强调 美方以捕风捉影甚至是荒唐的借口遣返中国留学生 严重损害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 严重破坏中美正常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 据部完全统计 截止到7月初至少已经有500名留学生被美国拒签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理工类高校 据美学术机构统计 大约每年有3000至5000名理工科中国研究生 以及目前在美访学的大批理工科学者赴美签证将受到影响 8月28日 美国驻华使馆发文 自2021年5月以来 已经签发了超过8.5万张学生签证 欢迎合法的中国学生和学者 从此看来 美方说一套做一套的行径仍在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